这里是福德市场板桥老字号的传统市场之一 买菜逛街的民众一路边走边买好不自在 这当中也没有看到机车脚踏车与人争到 因为从今年初开始 新北市市场处计划实施禁止车辆进入市场 在福德市场这边就是刘侯里的区域 当初就是里长黄成亮认同这项计划 主动担刚起李明和市场谈犯的沟通桥梁 让计划能够顺利推动 本里福德菜市场成立是在于去年的106年 我们经过曾议员换家给我们提示 希望我们福德这个市场能够做改善 那经过它与我们市场处联合起来 研商就成立了一个叫自治会 那么这个自治会它的旨意是在于是说 我们自行来管理 那管理我们不管是在交通或者是环境卫生 我们都要自己来处理 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在交通局那边方面 也希望我们能够做一个交通管制 福德市场目前早上9点到12点管制人车进出 实施之后获得好评 逛市场不用提心吊胆和机车征道 里长说这是对的事情 在地的里长就应该有协调的责任 而且再加上福德市场也是流口里的一部分 只要一个小改变相信对李明都有益 另外也因为市场旁的邻里社区最怕小小进入 里长特别号召李明组成了巡守队 本里巡守队经过我们李明大家的诉求 希望我们能够成立一个巡守队 那对本里的夜间行使李明比较安全 所以在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来成立一个守望相助 自己的社区自己成立巡守队 在巡守志工的努力下 这么多年来几乎没有发生过窃盗案件 居民能够安心对里长来说 再多得奖的肯定都比不过李明的认同 因为为民服务就是他担任里长最在乎的事情 中家新闻林立五流樊钢板桥报导